哈喽大家好,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黑暗讽刺短片 整容 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炎炎烈日之下一张广告传单 翩翩飞舞在天空之上 呼呼悠悠,摇摇摆摆 别急,呼在了小可的脸上 掀开脸上的单子 小可发现这是一张整容医院发的传单 传单上呢,印着的是最近非常流行的 电眼巴比风脸蛋 看这有如洋娃娃般的外貌 小可心动了 虽然自己天生长得比较清纯可爱 可如今整容盛行 看着那些阳气高的整容美女的追求者排成排 自己呢,却如此的不自信 不仅害羞,还没有人追求 一定是自己不够漂亮 二话不说,整 顺着传单上的地址 小可来到了医院 告诉了医生自己想要的风格 也顾不得整容那高昂的价格 极度渴望变美的小可 要求立刻就进行手术 术后看着自己那阳气的容貌美极了 小可昂首挺胸 走在路上连自信也多了几分 可好景不长 走着走着 一位美女就映入了眼帘 小小精致的鼻子 纤细尖尖的下巴 高的抬着头 连看都不看小可一眼 小可不自信又袭上心来 哼,不就是长得更加好看了吗 我也可以 小可又走进了医院 原来刚才的美女长得 是最近新流行的欧式立体风脸蛋 就这样小可带着满面憧憬的笑容 忍着剧痛 再次整成了心目中更加漂亮的样子 这天小可在看电视 突然瞧见电视里明星的风唇大胸 好漂亮啊 自己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 又崩塌了 原来自己一点也不美丽 电视机里那风唇大胸明星 才是最漂亮的 于是奔向了医院 带着对自信和美丽的向往 整成了风唇大胸美女 可刚出门没多久 小美就看到了一对情侣无比的恩爱 男人搂着爱人的仙妖风臀 幸福无比 小可又不自信了 没有仙妖风臀 自己哪里算得上美丽呢 于是小仙妖整齐 风臀整齐 再次从医院出来的小可 可算是自信无比 高的从小情侣身边走过 引得周围的男人 挑逗声不断 花心四起 看到男人如此反应 小可更加确认了 只有整容 才是美丽和自信的源泉 只有医院呢 才会给自己带来美梦 从此小可开始频繁的 穿梭在医院之间 依靠整容整形 不仅增加了自信 还增加了眼睛的半径 嘴唇的厚度和三维的长度 鼻子和下巴也越来越尖 看着电视和海报里 发布了最新的整容风格 小可那绝对会走在整容第一线 就算皮肤松弛 眼睛都快要掉了出来 小可依然要整成最新款的脸蛋 变得越来越美 慢慢的 大眼风唇的小可 整得越来越像骷髅 可依然乐此不疲地奔向医院 这天一脸骷髅美感的小可 自信地在街上走着 微风吹来 一张船单 呼在了小可的脸上 咦 这是一张整容船单 船单上说最近呀 开始流行起 清新自然风帘带了 小可兴奋地看向 船单上的model 他愣住了 因为照片上的那个人 不就是最初的自己吗